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梁帝下令铲除赤燕军 并且下了死命令 必须铲除的就有十二个人 林书 聂峰和魏征都在名单之内 而林书所在的赤羽营北谷是重点的打击对象 林书是在众人在其父帅的拼死护士下 掉下悬崖才勉强活了下来 就算是这样 林书也被梅领的血戒虫咬伤 中了天下第一起毒火寒之毒 若不是狼牙阁的老阁主拼死相救 穷尽毕生所学为他续命 当年的林书也就交代在那场血腥的屠杀里了 魏征也是十二个名单里的一个 当时他身在主营 知道出事了以后 魏征想着一定要去林书的赤羽营 也为魏征是林书的直属麾下将领 只是从主营到赤羽营的过程中 魏征伤众晕倒 被路过的药王谷谷主救起 之后魏征就被带到了药王谷 化名肃选 也算是天可连剑 他因为忠心而得救 很多人都认为聂峰能活下来 完全就是爱情的支撑 聂峰挂念在家里的发膝下动 都说爱情能创造奇迹 聂峰用自己的毅力证明了这一点 聂峰中毒的程度比梅长苏轻点 可就算这样 十二年来也让他面目全非 变成了一个长毛野人 他长途跋涉 一路从梅岭赶到京城 后来听到夏冬会去九安山 聂峰才第一次在这里露面 夫妻俩人团圆的场景也是感动了无数人 那么这部剧从来都不是歌颂爱情的剧 聂峰活着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成全夏冬 为了爱情吗 显然不是的 聂峰能以长毛野人的形象出现 又让我们见到了之后治病的艰难 我们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梅长苏的痛苦了 也为聂峰的治疗 所以引出了解火寒之毒的办法 聂峰采用的是保守解毒的方式 也就是不伤人体根本 解毒后可以不用再饮血 虽然体魄不如五人 但根常人无异 还可以进向天年 只是全身白毛不能进退 舌苔也比较僵硬 说话不清楚 而林书选择的是手术治疗 选了过程非常痛苦的一种解毒之法 就是削皮错骨 这种解毒方式可以彻底的解毒 必须将火毒含毒碎骨重塑而出 解毒后至少卧床一年 用于骨鸡再生 这种解法的好处是解毒后的容颜与常人无异 舌苔恢复柔软 能正常说话 不过样貌与以前是大不一样的 这就是林书变成梅长苏的直接原因 只不过这样碎骨拔毒 对身体伤害极大 不仅内息全摧 再无半点武力 而且从此多病多伤 时时负寒疾 不能想常人之受 聂丰的存在也是为了凸显梅长苏的伟大和执着 他不负富帅重托 不负七万赤眼君冤魂的重托 他哪怕耗尽生命也要为他们平反 也要为他们招血 然而从地狱归来的梅长苏 面对残忍的真相和背叛 他完全有理由黑化 他能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为何不能黑化自己当皇帝呢 可是他没有 他只抓了结果重要的仇敌 剩下的人就放过了 当年那样一场巨大的阴谋 怎么可能那几个人参与呢 梅长苏最后还是选择放过了 他终究选择了善良 选择了忠义 他骨子里依然还是那个赤子热血的少年 不是吗 接下来说 在看狼牙榜发现 丽阳为了保护萧景瑞下了多大的一盘棋 初看狼牙榜的时候 就是觉得谢玉派人去刺杀萧景瑞 结果错杀了天泉山庄夫妇的儿子 萧景瑞说不清是谁家孩子 因此成了两性侄子 那时候甚至还觉得丽阳也是受害者 然而在看着不拒的时候 忽然觉得这一切似乎都是丽阳的手笔呢 丽阳长公主给人的印象 属于那种敢爱不敢恨的女性 她曾经跟男储质子宇文林有过一段情 她自己也说过 情出自愿 事过无悔 哪怕她未婚怀孕 哪怕她后来被迫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谢玉 丽阳都没有后悔过跟宇文林的那段爱情 在宇文林回国后 他更是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护着他们的爱情结晶 也就是后来的两性之子萧景瑞 从头看到尾 我们能看出 丽阳不是恋爱脑 她是一个非常懂得权衡利弊 非常懂得为自己着想的女人 哪怕就是后来伸张正义的翻案 她首先关心的也是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所以从这里就能看出 丽阳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女人 她可能会愿意去帮助别人 但前提是不能危害自己的利益 那一年丽阳即将临盆 城中却发生了瘟疫 所以她去山上的寺庙里躲避瘟疫 后来在山上遇到了天泉山庄的夫人 一个同样身怀六甲的女人 用丽阳自己的话说 是看天泉山庄的夫人可怜 所以才将其收留了 但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丽阳嫁给谢玉 本身就是被太后和谢玉给设计了 要不是那一杯情思照 丽阳怎么会施身于谢玉 又怎么会成为谢玉的妻子呢 丽阳是了解谢玉的 谢玉也知道丽阳腹中的孩子并不是自己的孩子 丽阳知道谢玉容不下这个孩子 在这个孩子落地之时 恐怕就是谢玉动手的时候 所以丽阳收留了同样怀有身孕的天泉山庄的夫人 他们几乎同时临盆 丽阳又让贴身婢女同样照顾天泉山庄的夫人和孩子 这才让钱去刺杀的 公宇的父亲以为婢女抱着的孩子是丽阳长公主的孩子 所以后来你活下来的孩子是丽阳的孩子 这一点丽阳一直都非常清楚 或许他早就做好了记号 只是天泉山庄的夫人不知道罢了 丽阳为了决了谢玉的念头 求情良帝才决 于是萧景瑞就成了两性之子 而谢玉因为萧景瑞又得到了天泉山庄这个得力的助手 谢玉跟丽阳的女儿谢奇又嫁到了天泉山庄 两家既有萧景瑞这个共同的儿子 又是殷亲 所以天泉山庄这些年没少替谢玉处理 丽阳很明白 只有让谢玉有利可图 萧景瑞才是安全的 所以你看丽阳从躲避瘟疫开始 从遇到天泉山庄的夫人开始 她就已经在谋划一切了 天泉山庄的夫人也是倒霉 正好遇见了丽阳 还倾泻了丽阳 将其当成了好姐妹 最后在丽阳的一手策划下 她的孩子成了丽阳孩子的替死鬼 说到这里 人人都批判谢玉自私自利 包藏祸心 可看看丽阳的所作所为 她比谢玉能累落多少呢 若是危及到自己的利益 她不也毫不犹豫的就牺牲别人了吗 真算是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你们说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